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这期视频 今天这期视频的主要内容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申请香港手机号码 拥有一个香港手机号码的话 可以用来接码或者注册一些平台 或者说是有些小伙伴对于想要去香港注册一些信用卡 想要注册一些香港的信用卡 储蓄卡 想要长期持有一个香港电话号码 今天这期视频就是关于如何申请香港手机号码 那在这里分享三个申请香港手机号码的方法 那话不多说 让我们开始今天这期视频吧 第一个方法 我觉得相对来讲比较简单 但是可能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去使用到 为什么这么说 方法一就是使用中国移动的无邮型APP 使用这个无邮型APP 是只能够只有中国移动的电话号码才可以去注册 才可以去申请成功 所以说如果你不是中国移动的话 如果你是电信或者说是联通的话 可能都是没有办法申请成功的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方法呢 我自己没有办法清测 因为我也没有中国移动的电话号码 但是我身边的小伙伴呢 分享给我 他感觉这个方法还是挺好用的 因为为什么他不需要你插把卡 你只要在手 你只要在APP端下载一个无邮型的APP 然后在这个APP里呢 只要用你中国移动的电话号码去注册申请就可以了 而且呢最重要一点是 他这个卡呢 其实也是相当于是 他这个香港电话号码 其实也是相当于一个 类似于虚拟的电话号码 你不要去插卡把卡 然后你只要打开他这个无邮型APP就OK了 然后呢 可能很多人会说 哎那我身边就没有小伙伴去使用中国移动电话号码 那怎么办呢 所以呢在这里呢 就是第一个方法呢 是推荐给那些 如果你是中国移动电话号码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个无邮型的APP还是非常方便的 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我手里的这张香港移动的万众卡 我自己呢是使用这张万众卡来接受验证码什么的 我觉得相对来讲这张卡的资费呢 还是比较便宜的 我是在某宝上购买的是 大约是35人民币 不含运费 那首先说一下 他这个卡里面呢 是有48港币的余额的 然后这个卡的有效期呢16个月 一旦你把这个卡激活成功了 每个月就会有两港币的这个月租 所以说呢 其实这个卡里面是有36港币的可支配余额的 那如果你只是用来接码啊 或者说是只是平时用来接收一些短信营业这码之类的 那我觉得你完全可以去把它其他的资费 比如说把它这个上网的这个功能给关闭掉 因为虽然你可能在国内 你还是连着无线网在使用 那但是呢 也不保证你也会跑掉这个卡里的这个资费 然后关于很多人会说 那关于这个卡的详细的激活教程呢 我会放在视频的后半部分 然后首先来说说这个卡的充值 其实可能很多人觉得说 我想要在大陆持有一张申请一张香港电话号码呢 主要还是用来接收一些验证嘛 那我觉得如果你想想要长期 只有这个香港电话号码呢 也是比较简单 因为前面说到它的有效期是六个月 那其实呢 你也可以去使用它的延长它的使用期限 那如何延长它的使用期限呢 就是你可以往这个卡里面充值 像充值的方法呢 也是比较简单 首先呢 你可以去中国移动的官网 然后去注册账号 然后使用你的支付宝来进行付款 第二种方法呢 因为我也有观察到 其实在某宝上有挺多的一些 比如说直接给它充值的服务 比如说你不想去官网去注册 然后去付款的话 你也可以完全去在某宝上去找这种在线的给你充值的服务 然后相对来讲呢 其实我觉得如果想要保卡的话 这个卡的资费也不是特别贵 因为它每个月呢 只有两港币的这个费用 然后你平时接收短信呢 又是免费的 如果你不用来上网什么的话 其实我觉得一年大约大几十人民币 就可以养一张这个卡 然后第三种方法呢 其实我没有亲自测试 但是呢 也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但这种方法呢 其实我不是特别推荐 因为我知道有一些服务商呢 其实他是给你提供一些 给你提供香港电话号码的服务呢 可能说你需要去关注一些 相当于微信公众账号啊 或者说是小程序之类的 然后呢 你需要去注册啊 然后填写你的一些个人信息 然后呢 你才可以去 才可以得到一个相当于香港的虚拟电话号码 然后你可以用那个电话号码用来接码之类的 但是呢 可能有些人会说 我不想要去泄露太多的这种个人信息 那在这个方面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实体卡呢 还是相对来讲比较方便 简单一点 因为它并非实名的 然后呢 它也不需要你去提供这些 各种各样的个人信息 像这个卡激活呢 基本上也是你插卡就可以使用 现在呢 我们就开始来激活这张香港万众卡 其实激活这个卡片真的非常简单 你知道把你之前的手机卡拔出来 然后把这张万众卡插到你的手机里面 大约等30秒之后呢 你就会收到一连串的短信 在这个短信里面呢 已经把所有详细的信息已经告知到你了 包括如何激活手机号码 然后 然后还有就是让你去设置一个手机的六位数的密码 这个六位数密码呢 可能你在后面会用到 所以我在你当你激活之后呢 一定要先设置这个六位数的这个PIN码 设置呢 就是这个新102新然后输入你的六位数密码就设置成功了 然后下面呢就是一些比如说他这个基本的咨询服务 还有就是说他这个卡片包括使用他这个卡的详细的流量啊 各种费用你也可以在里面看到 还有就是下一次包括他也会告知你下次扣费的具体时间啊 然后他这个卡片的号码呢 其实也是以短信的形式在这里面告知到你了 所以你也不用去寻找你这个号码到底在哪里 但是据我所知 刚开始的这个万众卡的号码呢 应该是在卡片背后是有的 但是他现在这个版本 最新版本呢是没有看到这个后面有电话号码 然后他这个卡片激活真还跟他这个卡片的激活呢 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但是我建议如果你是在国内使用的话 还是建议你把这个上网 他这个上网功能给他流量上网的功能给他关闭掉 因为可能这样子你不关闭的话 可能后面会产生更多不必要的这种资费吧 然后他这个余额呢也是直接就是以这样子的形式告知你 然后这到这边呢 其实他这个卡基本上已经激活完成了 还是非常的简单的 然后今天这期视频的主要内容就是跟大家分享 如何申请香港号码 希望今天这期视频有帮助到你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是关于跨境电商独立账和网络赚钱的 好了 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